老刘啊 你要是把这三个女儿跟老婆都打走了 你老了有没有人给你送终啊 我每边都给他们打跑 啊 每边都打跑 不是 你自己摸着良心 问一问自己 你对这四个女人好不好 一般吧 一般 对 你还好意思说一般 好一般他能哭成这样 难道你作为男人 你就没有一点点心疼他吗 虽然说在村子里你抬不起头 我可以理解 但他作为你的女人 你没有一点点心疼吗 有没有 如果你是心疼的话 也就是说你内心是复杂的 一方面你想要儿子 要不到大家都看不起你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 你又心疼自己的老婆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的话 你对女儿该疼的还得疼啊 但你疼了没有呢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老刘 你们村里边那些生小子的那些孩子们 有多少个孝顺的 你自己也心里很清楚 你也到了43岁的年纪 如果只是为了要儿子 而要儿子 为了让别人看得起 为了一个所谓的形式 弄到最后孤独终老 没有人围绕在你身边 没有人愿意看你 甚至你老得快要死了 你求着你的女儿回来看你一眼 你女儿才怜悯地回来瞧你一眼 你觉得那种日子活得惨不惨 那种日子和那种别人 说你没儿子的人相比 你觉得哪种生活 才是真正的生活 所以说我也不跟你讲大道理 该有的局限性的确有 可以理解 但咱们是个人 还是个男人 是不是该做的还是应该做 对 我觉得像这位大姐 一位农村妇女学会摄像 学会化妆 学会这些新鲜活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 你真的离得开吗 但不管分得了和分不了 你和那三个女儿 都永远不要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不要跟这个家伙一样这么堕落 初中文化水平就不愿意读了 你们还得往前走 你们只有活得更加精彩 才能证明所有的人 生男生女是一个样的 你也没什么好哭的 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有三个女儿跟你撑腰 你还怕什么呢 将来再找三个 有本身的女婿 六个人家 你一个七个还治不了她 你不愿意闹得这样 孤家寡人吧 那就好好对自己的女人 让自己的女人 让自己的孩子活得更加幸福 这样的男人 则是让人佩服的男人 对 不哭了 别皱个眉头 开开心心的 帮着大闺女 和爹 弥合一下 关系 大闺女挺孝顺的 他说以后 就是我们过不过得 照样孝顺的吧 这闺女嘛 你看 你考虑清楚啊 老刘 哎 面子 给别人的 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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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过二十年来 我不懂得啥叫爱情 但是我要么这 咱俩应该有感情 我想我这啤酒以后 一定改的 比现在是好推多了 看着三闺女的面上 你原谅我 大闺女跟我说 妈不管你过 还是不过 只要你健康快乐 我都支持你 你想咋咋着 二闺女说 我们同学 有的父母离婚了 我觉得我们的同学 特别可怜 我老闺女一看见有结婚的 就说 爸妈 我想让你俩结婚 我好好再考虑考虑 我是给三个孩子活 还是给自个儿活 亮灯吧 对 好好考虑考虑 请回 谢谢两位 来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结果吧 请开门 我喜欢哪个精灵 哪个精灵 你脾气能整改呀 整改 冲撒龟的我也改 冲撒龟的我也改 酒我也寄了 往后 驯夫呢 咱们把腰子挺直了 叫他们有儿子的看看 没儿子的比他们有儿子的过得更好 想明白了 对不起了 都这么多年了 过几年都该结婚了 姑娘结婚的时候 我想让他们有一个 怎么个意思啊 上来说 老刘出来 上来干啥呀 还得考虑过 教育我 这得看看我们呀 这得比他们过得更好 受教育了 站中间 来 有请小花童 叔叔拿这句 谢谢 来 我们观礼吧 看看这对二十年的夫妻 怎么浪漫的 各位 请见证 请 小亮灯吧 挺好 挺好 来拿着吧 来了这以后 回村就抬起头来了 来 跟你们村里人说两句吧 我来一回 我叫这金哥 心里都挺充实多的 我这挺有劲的 有劲了 对 我想我生产闺女 比生儿子的将来应该幸福 要有这信心 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 加油 加油 从怨心到舒心 也算是生活的一种结局和结果 生日快乐 没有 我去到 Vir家 有一种 我们先给你 你们都太厉害了 永远